在本季沒有獲得球隊青睞 也沒有在NBA出賽的田瓜安東尼 他在昨天晚上宣布了震撼消息 他現在將會從職業賽場退役 結束十九年的職業生涯 即將在月底滿三十九歲的安東尼 其實他有擁有非常頂級的得分能力 所以大家都叫他是進攻萬花筒 那生涯十九個賽季 他平均拿下是二十二點五分 累計得分有來到兩萬八千兩百八十九分 在整個NBA史上是第十一名 在二十二一年他其實也入選了 NBA史上的七十五大球星 那這麼有名的球星 他現在突然宣布退役 也讓球迷覺得非常遺憾